欢迎大家回来EY学堂,那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很多观众都有兴趣的题目 就是有关香港和美国在疫情爆发之后的住宅成交量 以Proptech的系列去做这个分析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个直觉,认为是爆发疫情 各国的政府又推出很多封城、限聚的措施 就自然会影响到楼宇销售,所以大致上 当然就觉得楼宇的成交量应该全世界都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就应该大幅下跌,但是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我先讨论美国的情况,除了在疫情刚刚爆发的头几个月 住宅成交量有出现下跌之外 其实往后的差不多两年时间 成交量基本上都持续高过疫情前的成交量 这里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月道的数据 这幅图大家会看到 就由2017年到2022年的2月就是美国的二手楼成交量 那你见到疫情前其实也很稳定的 约磨是在550万宗一个月的水平 那疫情爆发初期是曾经急跌到约磨只有400万宗一个月的 但是很快就已经回升 而且高于是疫情前的水平 去到曾经是突破一个纪录高位是650万宗一个月的 那当然了,后来有少少回落 但是其实都高于疫情的 持续是高于600万宗一个月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二手房屋成交量 它叫Existing Home Sales 疫情爆发之后 基本上是除了一次的下跌之后 基本上都已经是持续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那这个就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就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 不是说美国的疫情是导致很多病患者 甚至乎死亡人数大幅出现吗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房屋成交 那我这里大致上就有三个的合理推断 那第一个就当然包括我曾经已经拍片讲了很多次 就是因为联邦储备局就在今年因应疫情 就大幅减息到差不多零息的 那所以就吸引很多投资者 就在这个时间就入市了 那所以就是 无论是打算再炒多间 房子换房子 都是会吸引很多资金流入市场 而且楼市上升 其实就获利 也都有很多人就愿意 就可能将房产就是转手 就获利先了 所以你看到和楼价上升都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 work from home 那疫情爆发 很多公司尤其是职谷 就是容许很多员工可以在家工作 那既然都容许在家工作 那不如就省回一些租金 或者赚回一些楼价 就由那些很贵的大城市 就搬去比较乡郊的地方 一来屋就大一点 环境好一点 空气好一点 都可以照出高薪 那不如就会搬去一些好一点的环境 那所以这种这样的大规模搬迁 那在美国是明显的 那所以就都合理解释了 就是有很多人会买楼买楼 而第三个原因就是 今天想有多少少讨论 就是从proptech的层面 就是property technology 中文暂时翻译是房产科技 那因为美国的房产科技 发展在疫情之后 其实有一波急速的推进 那因为整个就是说 大家都不鼓励出街嘛 那你工都不回来 就work from home 学都不回来 那你就shopping都不去商场 就直接e-shopping 那所以就不如买卖楼宇都online 每天在网上做完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就是说看不到楼的了 疫情期间 那既然看不到楼 那所以很多经纪行呢 就开始在网上 就做很多新的系统 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是受关注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自动化买楼系统 那这个自动化的买楼系统 要详细解释一下一点 因为香港其实都有很多网上 和房产有关的系统 那包括可能说 那现在可以随时 网上查询 近期的成交价格的了 也都可以网上放盘的了 又有银行在网上 即时自动股价 看一下借不不借得足 那更加最新有一些系统 它叫做VR 戴个Goggle 那你就可以 直接在网上高 就当模仪看楼了 那就是360度 上楼也可以 看看天 看看地 都可以了 那整间屋都可以看完 那这种VR的科技 就令到可以网上看楼 那这些科技 就已经有很久了 都是有帮助的 大大减低了成交的成本 和交易费用 但是呢 畢竟呢 以上讲的这些科技 都是属于支援放盘 或者促成成交的技术层面 那它是作为取代 或者协助经纪的服务性质 所以它也是个中介 它就不是直接做买卖的 换句话来说 其实买卖双方 即使有这些系统也好 它也是要在网上高高的 沉沉入域的 是吧 搜索来搜索去 这样就看一下 用VR看楼也要看 那你就要等运动 等到有对的买卖双方 才有成交 所以如果你说 我急于要放售 可不可以网上高卖了一层楼去 那这种情况呢 就在美国就在疫情期间 就大行其道了 那这个当然了 有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科技一天千里 在美国的房产科技的推动下 经纪行就推出了 就是我称为叫做 网上自动买楼系统 那就是说 业主就不用放盘等买家了 直接在网上高 就和系统交易 那么业主就只要向系统提供房屋资料 那么系统就会即时报价 并且呢 就提出一个邀约 一个offer 那么如果业主看对的价钱 就是你觉得这个邀约是满意呢 那你成交 网上高就可以立即将你一层楼卖给系统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将房屋的买卖呢 即时 和不用等有合适的买家了 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买家 那么这种方法呢 就现在在美国都有 几家类似的人工智能买楼平台 在那竞争的了 那么当然了 都有一些报道是说它的负面的情况 包括就这里引述WSJ 里面介绍就是说呢 其实用这些房屋网购的系统呢 就是会导致真正的买家更加难买楼的 就是被他卖光了 香港的情况呢 就和美国就很不一样了 那么这里也都开始分析一下香港的情况 香港在疫情爆发之后呢 就都同样是好像美国那样 出现过一段很短时间的住宅 成交量急跌的 但是和美国都一样了 很快又回复回疫情的水平 那么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个图呢 就蓝色线就是那个成交量 左族就是每月的成交中数 那么你看到2020年头呢 就全球爆发疫症了 香港其实在同期 尤其是在4月 都开始有限聚令推出的了 那么你看到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它的年度变化就是负数了 在这里1月2月3月4月5月呢 是出现一个负年度增长了 那么这里就反映 就是和美国都很相似了 那么它的跌幅呢 都是超过四成 但是呢就很快反弹了 踏入6月呢 就已经开始有正增长了 那么你看到呢 它的中数呢 是由3000宗 升到7000宗一个月的了 那么而持续都是正增长了 你看到呢 由2020年月开始呢 就全部都是正增长 就直至到2021年10月 即9月呢 才再转世的 那么而中间这段时间呢 你看到呢 都持续是有六七千宗的 最高呢 是超过7000宗一个月的成交 那么所以这个资料就是说呢 和美国相似就是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初期呢 它曾经有一次大的跌幅的 是跌过47.6%的 成交量药膜在3000宗左右 但是 达入2020年6月呢 就开始回升 就升到高位呢 是7591宗 就直至到2021年的下半年呢 就出现这个转世是持续 一路成交量减少 由7591宗一路减少 那么就去到10月份呢 就出现负增长 那么现在那个跌势呢 就持续扩大 就去到最新 现在是公布到2022年 2月份的私人住宅总成交量呢 就跌破3000宗了 剩下2,912宗 这个年度跌幅呢 是-52.5% 就是跌了一半 3月呢 其实呢 就的数据还没出 官方的数据还没出 就要等到4月头才知道的 但是呢 就根据经纪行 提供有关填导厅 截到3月24日的成交量资料去 去推算预测呢 估计呢 3月份的成交量呢 是会比2月份更低的 那么就 就是 现在都是只有2000多宗 那剩下几天而已 所以 推算呢 就可能整个3月呢 都是只有大约2500宗 左右 跌幅呢 可能会高达-66.4% 那这里就等到4月初 就很正式 官方数据呢 再在这里大家更新 那现在的推算呢 就是 会见到 好像头尾有两次的负增长 大家即时就会想到 就是说 总成交量里面有一手楼的嘛 一手楼 其实它的成交量呢 是受很多因素 就是不是市场的因素 它是发展商的销售策略啊 政府的一手楼管制啊 人为的因素啊 譬如说 发展商特意推迟卖楼啊 看到市场不好 或者它根本就没建好 是拿不到楼花批准的许可 那这样就没得卖了 又或者它拿出来卖都卖不错 就是在一手楼呢 就变了很多不是市场的因素 是政策因素啊 销售策略因素啊 甚至乎是建筑的问题啊等等 都导致一手楼的成交呢 是较为波动啊 而且呢 一手楼的市况呢 就不一定会是相同啊 那所以我们就 再将一手楼和二手楼 拆开两幅图 去看看 究竟是 成交量和疫情的关系啦 那先给大家看看一手楼先啊 那你见到一手楼 真的很波动啊 那你见到又上又下 那又正又负又正又负 那虽然呢 头尾都是负数 而且呢 最近这一次呢 是负得很深的 但是呢 畢竟你就会见到呢 它的波动呢 就是可以低到呢 500宗 高呢 可以高到一个月呢 就2000多宗 那当然呢 我现在推算啊 用经纪行给的资料推算呢 就三月份呢 可能会破纪录的新低 会低到150宗的一手楼成交 那但是这个未正式公布 这个是我的推算而已 对上一个月 二月份呢 就约莫是 就是400多 约莫500宗左右 那所以你见到呢 它是可以很飘忽的 那所以一手楼是 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见到它大上大落了 就是一时可以低到几百宗 升又可以升到几千宗 那这个情况呢 唯一我们可以分析的 就应该是 最近这一波的急跌呢 就应该和疫情的第五波爆发 有关系 就是似乎可能新楼想 卖楼花呢 就是开那些看楼的示范单位 都做不到的 那这个似乎 反映香港的发展商 和楼宇买家 都没有使用 PropTech 房产科技 在网上高去推新盘促销 当然了 可能有很多VR 网上股价都做完了 但是就 未盛行 有类似是 美国的这种 网上自动房屋 网购系统 所以 可能 反映 一手楼 会受这波疫情影响较大 好了 那二手楼的情况 基本上 和总成交量是一致的 所以 其实剔除了一手楼之后 我们就更加看得清楚 就是说市况受疫症的影响 是更加清楚 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大家看看就是说 基本形态 和总成交量是一致的了 在头尾都是负增长 中间都是持续有正增长 而都是踏入2021年开始 成交量开始十级以下 到2021年中以后 正式出现年度负增长 当然了 有点有趣的就是说 你看到2020年头 其实 去过总成交量的跌幅 主要是因为一手楼 因为去到二手楼 你会看到 基本上 这里头的两个月 是很轻微 甚至是正数 那当然了 去到四月 三四月就出现了一波 的负数 但是很快就反弹了 但是今次这一次第五波疫情 所导致的跌幅就深很多 但是都是和总成交量的分析一样 就是说这个跌幅呢 就并不是单单来自疫情 事实上它早在2021年的下半年 就已经出现负增长了 而且那个十级以下 都已经持续了一年了 只不过疫情进一步 令到情况惡化 就是透过拆开一手楼和二手楼 我们就看到市况 和那个疫情的关系 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风值是约磨去到超过六千宗一个月 但是它跟着就 由六千多宗一个月的高峰 就一直向下 就去到九月开始就负增长 而它的负增长是 到去到2022年呢 就连续头三个月呢 都是年度跌幅是双位数的 那这里就是一月份呢 就已经跌到接近三千 就是3194宗 跌幅是19.7% 到二月份呢 就跌破三千的了 就剩下2431宗 2431 跌幅是46.8% 那一样就是三月份的数字 是未公布了 那就根据经纪行 截至3月24日的资料 我推算呢 就是三月份的成交量呢 就会进一步下跌 跌到只剩2,350宗 即是说年度的跌幅呢 是可能超过六成 以上的数据分析呢 就反映香港近期的住宅 成交量萎缩呢 就不是单纯疫情的困扰了 其实是早大半年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就已经出现一个所谓年度 增幅放缓 然后下跌的趋势了 那这个实际成因就有待研究了 那但是 我们看到2022年的第五波疫情呢 就再进一步加剧这个萎缩的速度 好了 那最后就做一个扩散图 确认一下 就是说 究竟一手楼和二手楼 是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正相关 那我看看这幅图呢 就是说我们用一手楼和二手楼 在2016年1月到2022年3月的成交量 那你见到就不明显的 就是那个正相关不明显的 那你见到那个解释系数 都是只有19%而已 那所以我们可以视之为 是两者是没有明显的关系 那这个就正正是我之前所说的 就是说 因为一手楼受很多 发展商的销售策略 政府就一手楼销售的政策 楼花销售政策 以至到就是建筑的进度 或者是否可以通过销售浪化 这些这样的政策因素呢 或者人为因素的影响 那所以他就很波动 是和二手市场的市况是不明显的 相反呢 就是二手楼就基本上 主要是看 所谓买卖商方去对未来楼价的看法 而已 所以就是较为市场因素的影响 对了 那就到四月初 有官方的数字 就可能在意见栏那里 就和大家有个更新 好 今天讨论到这里 再见